或有前一後果影響之下也造成台灣下不只缺氮 就連科學中藥都缺貨 也讓台中序甚至有中醫診所 因此關閉兩個門診時間 來吟吟 藥局裡原本應該擺滿藥罐的藥價出現空缺 甚至有些藥罐打開來存量已經不多 國內近期缺藥嚴重 就連科學中藥也出現缺藥潮 像是禁補用的食醇大補 清熱解毒的拜毒傘賣門東湯 現在跟藥廠下定大約要等一到兩個月才能拿到 所以包括抗病毒的藥 包括上呼吸道的使用的 像我們常常在用的 像金黃拜毒傘 然後葛跟湯 比較嚴重性的缺貨 不只藥局缺貨有中醫診所PO文 因為科學中藥不服使用 4月份開始將減少門診的時段 院方無奈表示怕藥物供應不足 逼不得已才會縮減看診時段 臺灣中藥有高達9成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前陣子新冠疫情嚴峻中國爆發感染潮 減少出口到臺灣的中藥材貨量 甚至還發生原本要出貨到臺灣的藥材 在被中國高價採購回去的情況 因為大陸疫情本身也是有的 然後他們會把那些藥材本來要出貨到臺灣的 又高價收購回去 臺灣因為我們健保給付成本的關係 它不可能說再出更高的價錢 會再把它買回來 中國疫情延燒連帶讓臺灣科學中藥出現缺藥潮 中醫師公會理事長預估缺藥的情況 大約還要3到6個月才能回溫 而科學中藥早在年前已經爆發一波漲價潮 價格何時能回溫恐怕還要再等等 記者王與菲林博蟲台中報導 李佩 kull称 李佩浩 李佩爺 阿 李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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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